總之怎麼說也好 香港的店舖有一半的股權 應該屬於我們的 我知道, 但是表叔說 姑婆和將軍開的店舖 在打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和平之後開的店是翁家付錢的 爺爺一個都沒有出過 所以我們沒有份, 連萬昌盛也是 既然你知道翁家怎麼騙我 那你何必再跟江邊的人拍拖? 以恆不像表叔, 她很友善, 很純品 況且我有什麼被他們騙 感情, 恥亂中氣, 無情無義 這些是翁家的強項 以恆不是這樣的人, 爸爸 每個親戚都知道翁以恆是什麼人 只會學會我, 吹吹吹吹吹吹 以恆是什麼人, 我很清楚 我和他一起不是一事衝動 我有想清楚的 你們不相信他, 我明白為什麼 但是…我希望你們會相信我 從小到大我做事 有什麼時候令你們擔心過 我做事有分傳你們知道 總之… 總之… 現在是衣飽的肚子再說 原來你走進廚房煮麵? 當然了, 剛剛在茶樓也吃不飽 現在先吃一碗麵 聽說姑婆生日蛋糕 我們整個都吃光了 又是你們倆說的 麵要趁熱吃, 不然就不尊重麵 吃吧…快點吃吧 是呀…老爺…快點吃吧 老婆… 吃吧… 老婆… 我說這簡直是個焗, 美人計焗嘛 富貴妹這麼醜, 也叫美人 我說這簡直是老千局 你們別這麼說富貴妹, 我跟她是真的 真的?真的騙你嗎? 阿恆, 我告訴你 萬嘉是天天地保持我們的生意 和我們的身家 這幾十年來 她想盡辦法想搶了萬賞人的招牌 她沒辦法了 想不到她出了女兒來欺負你 我總要… 爸爸 爸爸 什麼? 你又試過生意, 老婆, 老婆, 你沒事 好, 氣壞了… 來, 不行嗎?把爸爸上去休息 小心, 爸爸 你每天都是你 我知道 你一個義行, 整輩子都這麼單純 我是那個壞女兒, 說真的 她也不知道在哪裡學鋼頭回來 搞得弟弟現在瘋瘋瘋瘋瘋了 那個萬家父, 她有沒有居心我就不知道 一向我們兩家人的關係 都搞得很頑皮 你說她兩個拍拖才好像… 簡直不可以拍拖了 根本就不可以拍拖 我們大家都是親戚一場 以後都這麼大一個兒子 如果我們選你, 只會懂得其反 我真的不想我們這家人 搞得家草屋斃 媽媽, 放心吧 這件事交給我處理 那咖啡要不要沖一杯給你喝 什麼咖啡豆? 什麼咖啡豆?貓屎咖啡 小小妹妹很聰明, 像是哄爸爸 其實在美食節那裡 往往也有意外的收穫 就像上一年 我在東京碰到一個富貴妹那樣 什麼? 原來你瞞著爸爸 已經和我走一整天了 那表白女兒有什麼問題? 你是好女孩就行了 萬九不然又很帥嗎? 經常好著我的錢 反對都是為了你好, 你明白嗎? 既然爸爸這麼說, 我不跟他拍拖了 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富貴妹最多都是一個女朋友 女朋友就可以換的 那爸爸只有一個, 絕對不能換的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是不是跟爸爸一樣 叫我不要跟富貴妹拍拖? 那你怎麼跟爸爸說? 你是不是說你不會跟萬家富在一起 就是因為女朋友可以換, 爸爸就不可以換 在人房門口偷釘口無道德 翁以恒, 我認識你二十多年了 你不是這樣哄著爸爸 你會這麼快脫身嗎? 不過哥哥不受你一套的 你別打算用口罩我 爸爸和表白有多不合適 都是上一代的事 與我和富貴妹無關的 你小時候 他們為了萬昌盛的招牌 怎麼抵毀我們 跟我們打了多少次官司, 你也知道 你還沒出生之前 我親眼看著表白為了這個招牌 打傷爸爸的腰骨 有幾郎死我都見過 怎麼會是上一代的事 那或許表白有他的道理 你這麼快就手指吐吹不吐吐 你更加不可以見過萬家富 這個女人表面看起來是和安可親 實際上是陰險貪心 我懷疑他和你的邂逅 都是他設計出來的陰謀 哥哥, 我這麼大人有分數了 你麻煩了我這麼久, 不如這樣 先打一盤球 你別拆開話題 如果你害怕我, 讓你三顆四顆 輸了不准見萬家富 那是不是我贏了 你不反對我和附近妹拍拖? 開球 我贏了, 你說話要算數嗎? 你這就叫天真 就算真的我贏了 你會不會不見過萬家富? 你就是這樣, 經常這麼單純被人騙 你說到底還是覺得我還是小孩子 如果你是大人的話 就拜託你腳踏實地 不要經常過來寫桌 寫你的旅遊見識 這不是功, 萬槍成是我們家業 你是有這種責任的 既然你這麼喜歡社交, 喜歡到處去 不如回來市場傳訊部的幫忙吧 這個條件很吸引 但我會洗澡再三思思想想想想… 收拾點東西, 我兩個頭髮放回去 很貴的 真棒 這次又在寫什麼? 剛去完台灣寫那個溫泉旅館的料理 其實這句旅遊飲食雜誌的挺好 可以到處去 不然也不會讓你在東京遇到義行 所以說我們也挺有緣的 不過有緣不代表可以在一起 嫂子, 你也不支持我們在一起嗎? 我不是不支持 不過你大哥說, 義行為人是靠不住的 你怎麼知道他對你是真的 不是玩玩玩耍? 嫂子, 你跟哥哥在一起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是真的, 不是玩玩耍? 你教我看 我感覺到了 正如我也是一樣 我是從心裡感受到 義行對我是真的, 不是玩耍的 你怎麼這麼開心? 要人送給我的 一堆符號?什麼意思? 他說叫我不要不開心 疼…疼我這樣說 那一刻超公仔就是他 很有趣, 原來你們有密碼的 這些鬼靈精怪的東西 是他才想得到的 他說要物耳有什麼肉賣骨鼻的說話 還是只有我們不明白, 其他人不知道 看來你們多開心 嫂子, 如果有機會的話 麻煩你跟哥哥說說 我希望他可以接受義行 好 爸爸, 你不用這麼擔心 我去看著富貴妹不會被傷害她 其實要擔心 誰知道富貴妹一個 之後那間無量的地產公司 你整天都逼我們賣店 誰怕他們? 到你站在我們那邊 就算他們有個泥頭車撞過來 我也站著不走的 我怎麼能看著你幾十年的 心血白白滑滑的 爸爸七老八十, 盡了多久 其實我擔心你 你只會整粉整臉 大觀世人萬幾度過 萬一間店舖折賣 但是, 你以後怎麼辦呢? 店舖不是爸爸的心血 我的子女才是爸爸的心血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 我不會道歸 我不會道歸 我的是嗎 我會有 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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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死